Running Man播出超过11年 成员们的好感情不用说 主要班底搞恋爱线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最早有周一情侣宋志孝Garry 但随着Garry推出节目宣布结婚 周一情侣也就留在大家的回忆中 不过宋志孝之后就改更金中国 梁氏灿则是与全昭明 激起的暧昧火花散发粉红泡泡 尤其是金中国影恩惠这对荧幕CP 已经被炒作超过10年 影恩惠虽然没上过Running Man 但她的名字三部五十就要被拿出来讲一下 每每让金中国恼怒笑翻大家 过去节目上留在席层夸下海口 谈话说要邀请影恩惠来上节目 影恩惠所属经纪公司也曾大方回应 还没收到邀约 但和影恩惠有关的Running Man新闻 一直有在关注 日前节目制作人崔宝碧受访时表示 这些CP的爱情线与其说是节目组故意设定的 倒更像是成员之间互相取笑打闹成分更大 当事人也觉得很好笑很有趣 如果是节目组强行他们炒CP 反而会感到不舒服 而影恩惠虽然不是成员之一 却是Running Man爱情线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虎果到底会不会邀请影恩惠上节目 崔宝碧说 因为影恩惠不是那种轻易邀请的嘉宾 因此想要有个像样的节目规划再邀请他 看来影恩惠进中国就对CP合体 似乎也是迟早的事了